網路影片中 外國女子一下轉動眼球 一下用力眨眼 號稱最佳護眼運動 家長看了卻不一定認同 影片還建議民眾伸出手指 練習看遠看近 不過新竹一名小二男童 因為假性近視就醫 後來跟著影片學護眼 三個月後回診 度數反而從100度增加到150度 我們現在眼睛的肌肉 其實每天在跑馬拉松 所以你回到家以後 再去做眼球運動 這個是一個最不合邏輯的方式 轉換焦點可以舒緩眼部疲勞 但是看遠距離至少要6公尺以上 否則常用的瞳孔肌 結狀肌和眼外肌 根本無法放鬆 一直在遠距離 上下左右看的時候 你不但沒有讓結狀肌休息 反而讓你做工增加 最好的運動是打乒乓球 因為乒乓球它是在遠跟近 遠跟近不斷地這樣跳躍 醫師建議最好的護眼方法 就是閉眼休息和熱膚 避免一直盯著3C產品 或相信偏方 不知不覺傷害勢力 呆新聞蔡林檢元吉 台北報導